美国联总会宣布1994年以来最大的单次升息幅度 全球央行也纷纷采取行动抑制飙涨的通膨 让人更加担心经济衰退 美国股市今天卖压沉重 主要指数都重挫收黑 道琼工业平均指数一度大跌800多点 收盘更是从2021年1月以来首次跌破关键的3万点大关 美股四大指数全数收低 道琼指数下挫741.46点收29927.07点 纳斯达克下跌453.06点收10646.10点 标普500下挫123.22点收3666.77点 非半指数下跌170.69点收2566.86点 欧洲股市方面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16号升息一码 连续第五度升息 同时预测英国今年通膨将进一步飙升到11%以上 随着更多国家的央行着手升息来抑制通膨 加深经济恐将衰退的担忧 欧洲主要股市今天收在三个月来的最低点 欧洲三大股市全数收黑 英国股市下跌228.43点 收7044.98点 德国股市下挫446.80点 收13038.49点 法国股市下跌143.89点收5886.24点 以上这是今天的欧美股动态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